热风了 我现在觉得我马上都要正数了 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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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客厅还蛮好看的 然后这边进来是卧室 今天是我们到新加坡的第一天 然后刚刚坐了一个17小时的飞机 在酒店放了行李 洗漱完之后就来吃我们的第一餐了 然后第一餐我们就准备来吃 有6000多个Google Review的肉骨茶 来的第一天特别有一种乡下人进城的感觉 就是晚上七八点然后好热闹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晚上七八点就应该回家待着了 谢谢 白骨大肠 谢谢 我们刚刚说这个肉骨茶了 这个胡椒量 质质量 就是超重的胡椒味 但其实作为武汉人本来我们两个吃胡椒应该是挺厉害的 但这个真的胡椒味绝了 还挺好喝的 这么热的天我被他走了半个小时 这榴莲味我的天哪 这个游戏 这游戏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这个为什么这么大呢 因为它是整个盒摘出来的 就是不能忍受 但是我欣赏无聊 我品味不得它的美好 哈喽 时差真的是个好东西 今天早上六点我们就自然醒了 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新加坡Citywalk 因为新加坡从每年十一二月到来年二三月是雨季 然后它的雨季就是那个雨会断断续续的下 然后每天早上天气就还挺好的 所以我们想说趁天气好 赶紧能把Citywalk的景点给打卡了 然后我们第一站就是来酒店对面的莱福市酒店 然后这个酒店是建造于1877年 就是很古老的一个酒店 但是经过了很多次翻修之后 还保留着它那个英式殖民的风格 新加坡感觉就是一个各种文化融合的很好的地方 你看马路左边是这个 新加坡感觉就是一个各种文化融合的很好的地方 总商会就是非常中式的建筑 然后马路右边是这种西式的教堂 我们Citywalk了可能才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就已经热疯了 我现在觉得我马上都要中暑了 这个城市可能真的不太适合我 我也就很久没有在这么热的城市 然后在这狂荼度了 我们现在再去找Merleine的路上 真的太热了 我觉得看完之后可能回酒店休息一会儿 这大周一早上9点还是挺多人 那个椰子冰沙 我们点了一份五股鸡爪 真的超级好吃 是能凉凉的 酱子酸酸的 辣辣的很开胃 好好吃 这个是两块六的一个小冰的甘蔗汁 然后这个是四块五的一个海南鸡饭 好嫩啊 就一戳这都有一点碎了 这是一份五块九的猪脚饭 这是一份酿豆腐 我们买了一个两天的地铁和公交唱统卡 然后花了29新币一个人 然后没有想到的是只收现金 因为我们出门的时候只花了 只换了大概100多的现金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换一点现金吧 最近是怎么就是天气跑 季节过了吗 季节过了 你要吃什么 苦的甜的 甜的 甜的 甜的你就拿黑刺 或者马上带一点苦 你要这里吃的吗 嗯在这吃 嚇人嚇人 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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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榴莲季可能快结束了 今天我们为了找你想吃的这个 现开的这个榴莲 我们真的是把腿都要走断了 我觉得今天有一万步都是在走 找榴莲店 就很多之前做工学大家说的水果摊 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们感觉我都来了已经 非常偏的地方去找当地的水果店了 这几天就没找到一个榴莲之地 然后我都会尝一口 但是还是没有没有培养出来 欣赏榴莲的这个感官 你吃吧 我不吃了 而且就是为了找这个榴莲 真的太热了 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算了一下 就是来新加坡不到24个小时 已经洗了四次澡了 我听好多人推荐来这边喝甜鸡粥 然后四点开到凌晨 我们不想排队 所以四点一开门就过来 然后发现没有什么队 估计大家都是过来吃宵夜的吧 昨天晚上和朋友一起聚餐吃了特别有名的辣椒蟹 其实是甜辣甜辣的 我自己特别喜欢 然后泡在米饭上特别的好吃 然后昨天跟朋友聊天去了 忘了拍照 所以大家就看看图片吧 然后朋友推荐了 有个王八汤 特别的好吃 特别有名 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 去滋补一下 这个就是朋友们给我们推荐的王八汤 我们刚刚上车的时候还是晴天 然后我还抱怨说太热了 现在这个雨就很离谱 这个新加坡的雨季真的 说来就来这个雨 我们现在准备冲回酒店 这就是刚刚跑了10秒 就是10秒从车站到上上 我出门前还想说 要不偷偷揽不戴这个防晒衣 结果起到了一个雨衣的效果 也是醉了 虽然雨下太大了 我们就回酒店先歇一会 嗯 呃 可以 可以 整个城市有一种在森林里走路的感觉 在森林里建起来的一座城市 绿化特别好 这边可以看到金沙酒店的全景 然后上面就是特别有名的无边泳池 但是泳池一定要住店的客人才能用 现在好离谱 这有特别多好吃的 然后眼花缭乱 在这个市场兜兜转转了好几圈 然后第一个尝试的是这个鱼丸面 然后这两份加起来才六星币 这一份是虾牛肉和鸡肉的一个沙爹的拼盘 然后是28星 这个是一个干架汁2块5 我刚发现这里有价格牌 就是鸡肉和牛肉是8毛钱一串 然后虾是2块钱 这是一份白绝的炉 这一份12星还可以 这边真的烟火气特别足 在美国这个时候 我们俩基本上就是在加班或者斗狗 然后就准备睡觉了 然后现在晚上10点 然后夜市上全是人 这个市场就在CBD中间 感觉在这上班也太幸福了 随时下来可以吃饭 今天就是我们在新加坡的最后一个晚上 然后这几天吃的是几个夜市啊 Fu Poir啊 我觉得老巴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因为它在环境和口味上 就是找到了一个很平衡的点 我们今天提早了几个小时 来看这个据说是世界上最美的机场 张仪机场 确实瀑布非常震撼 但真的好热好热好热 地下负一层就能看出来 它是有玻璃罩子 把瀑布关在了里面 这样就会见大家一身水